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4章27到54节 记载了三件事 头两件就提到有些人都是因为听到主耶稣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接受福音 相信主耶稣就是救世主,是基督 而第三件就是主耶稣和门徒的对话 他要门徒明白他来到世上是要成就救恩 所有相信他的,跟随他的人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将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 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因为认识这位救主 而能够从罪恶死亡中得到拯救 主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意思是说,向世人传福音的时机已经成熟 神已经完成好所有的预备 即使主的门徒人数少 但是主耶稣在四章三十八节那里说了这样的保证 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 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的确是这样,那人杀众,这人收割 我们有时都会觉得传福音很难 那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传自己的信 靠自己努力去说服别人来信 所以我们只要传说 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如果你愿意,请你来认识他 自己去经历住的大能 如果我们这样去传福音 就不用这么劳苦去叫人信 而是让人知道 有一位主已经为我们赴上最大的劳苦了 得出的果效就正如经文所记载 撒玛利亚人在相信主后就说 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钟妙龄 欢迎你收听爱说两分钟 我们十分期待你的回应 请在下面留言 或者发电邮到52mtalk at gmail.com 是52mtalk at gmail.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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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